在一切就緒之後 就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就是Skywatch App的主要畫面 看到有CAMERA、CLOUD、LOCAL、PREVENCE等 第一件事這個CAMERA就會有你的CAM的畫面 這是一個截圖 CLOUD就是你的雲端錄影 就是你錄影的東西 這個畫面就應該可以看到你之前錄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剛設置後的畫面 應該是一個圖片 不是,是錄影來的,時間在動的 在左上角是有一個 時間向給大家看的 一直在錄影,一直在上傳到雲端伺服器 隨時開就會隨時看到 當然啦 有一定的DELAY的時間 這裡有一個DOWNLOAD 按一下就會直接DOWNLOAD 作為一個 證據,例如你兒子在家搗亂 或者你貓狗在家做了什麼 弄到整間房子亂租了 你可以下載這條影片 然後把影片放給他看 雖然我知道貓狗不會看 給他看看自己搗亂的樣子 應該是一個 蠻無聊的舉動 好,繼續 之後Local 就是你下載了下來的影片 這些當然,我現在沒有下載到 看不到 設定 設定會看到有 User,Password,通知 之類的 亦都會有 Multiple View 即你記得CAM SSL Service List,Operation History 之類之類的 但是就是這些 至於CAM是怎樣的呢 當然現在就有一個CAM設定 在我的右手邊 看到是這個位置 其實在這個CAM的縮圖 右上角就會看到有一個齒輪 按下去 就會看到一個設定 進去可以看到一些關於這個CAM的 設定 當然要跟CAM通訊 所以 連接要一些時間 開好之後就會看到一個行時錄影 就是一個雲端錄影 循環7天的一個選項 你可以選擇開或不開 錄影就只有6FPS 下面還有一些 附加事件 錄影排程之類的 分享攝影機 你可以 設定將這個攝影機分享 給 其他人 當然那個人都要安裝這個App 開了帳戶才可以看到 另外就有一些 名字 資料 時區 靜音 咪音量 即是我們說話 到手機的音量 還有斷線通知 另外 影像可以選擇不同的解像度 如果你身處地方 那個網絡比較差 可以調低一點解像度 也可以 下面就會看到一個紅外線攝影 就是在光源不足的時候 會開一個紅外線的模式 之後會看到 無線網絡不看 下面還有一些記憶卡 有循環儲存 即是 你將卡爆了的話 就會刪除了原本的檔案 即是之前 最初的檔案 還有一些格式化 在這裡可以做一個格式化 看到有沒有插卡 響記憶卡錄影 還有一些事件來源 電子有件通知 就是這樣 直接按進去 你會看到有麥克風 其實你可以對著電話說話 然後你的聲音會傳到 攝影機 如果這個攝影機有搏麥克風的話 就可以 在這個攝影機搏回喇叭 然後喇叭就會播出你的聲音 這個情況 就可以做到隔空教仔的效果 即是你兒子在家倒戀的時候 你在攝影機看到 你就可以對著電話說 不要搞亂當 你兒子就會聽到 這個是一個蠻有趣的賣點 至於 它的影像質素 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至少我現在看到 我用4G網絡 這攝影機暫時還是有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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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是4秒延避 還有一個特異功能 容許我做少少事 首先 我關了這個 台燈 我已經關了台燈 然後 我再關了這個 房燈 我現在的房燈 其實我現在的電視還是有線網絡 所以 都不是完全沒有光 但也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IPCAM是支援 紅外線錄影 也是超低光錄影 我現在關掉電視 在完全沒有光源 除了窗簾外的街燈之外 在完全沒有光源的情況之下 就是一個什麼情況 這個就是完全沒有光源 接近完全沒有光源之下的情況 亦都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盤紅燈在我的鏡頭 我看過去 然後錄出來 亦都尚算不錯 至少見到我的樣子 但在我後面的 一些書架 都沒有看到 再 退後一點 看看會不會看到後面的東西 那我就 退出來 我自己看回螢幕 是會看到的 即是它是可以 直接錄到 最後的部分 即是我旁邊的書架 再遠一點的位置 它都是錄得到的 所以 這個就是它那個 紅外線的錄影功能 大約就到這裏 一些簡單的試玩 我第一次玩IP Cam 覺得 頗特別的 就由得這件事 在這個黑暗之中結束 希望黑暗過後會是黎明 就這樣 讓我來 就這樣 接著